俄罗斯还有积累的领土?答案是有。 如果从实际利用与支出角度来看的话, 这个领土不仅积累到无法开发利用和居住, 每年还要往里搭钱补防,以免每家两国寄予。 冷战结束后,虽然不用军队驻守节省了军费, 却又被联合国意志保护,令这搞得尴尬不已。 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爆发, 奥斯曼帝国、英国以及法国先后向俄国发起宣战, 为了防止三圣湾被驻守加拿大的英国军队占领。 俄国不得不挥类大甩卖, 以720万美元的价格, 把171.7万平方公里面积的三圣湾卖给美国, 卖掉阿拉斯加等同于以白令海峡为界。 苏联随后在白令海与楚科齐海域驻守大量军队, 其中就有一座名为弗兰格尔的孤岛, 重要到被当成整个苏联西伯利亚地区的第一站。 弗兰格尔岛的面积约起1600平方公里, 形成时间能追溯到第四季冰河期, 并且在结冰期因地缘气候而未被冰雪覆盖, 属于北极圈内极为少有的石英浑浊岩年土地貌, 也是北极圈栋植物种类最多、最密集的海岛, 北极熊的数量更超过3000只。 岛上发现的蒙马像象牙以及一海还解开了另一密团, 大约2500年前还有500只蒙马像在岛上存活。 最后一次大规模冰川融化,地表升温时才最终灭绝。 苏联科学家还指出,与其在弗兰格尔岛大规模驻军把守, 不如移民抗动能力极强的艾斯基摩人前往定居。 因此,苏联政府1926年后, 以燃料物资和开发狩猎等措施来鼓励移民前往生活。 两年后,第一个弗兰格尔岛新生儿诞生,并引起轰动。 因为苏联人又做到了一次世界之最,在蒙马像都无法存活的地方, 设立人类永久定居点。 然而,弗兰格尔岛的生存环境之恶劣, 大大超出苏联科学家的预想。 附近海域因深沟水势变幻莫测, 于宁出海伤亡极大。 之前还把30年补经经验的加拿大卡尔路克船长困在岛上长达9个月, 直至美国渔船路过才获救。 北极圈常年低温的湿冷空气,也让移居者病惯不断。 岛屿周边在极端低温下,还会冻成一圈冰层。 第一批移民,携带足够三年生活的物资登陆, 三年还没过去,就纷纷闹住要离开。 不仅如此,几乎年年都有苏联渔船在海岛附近触跤, 或被冰层卡住动弹不得。 苏联破冰船几乎每年都要往返几次弗兰格尔岛救援。 1936年,国际动物保护协会与联合国开始潜得各国捕杀海象与北极中乱象。 弗兰格尔岛更被推入了无法捕鱼,又不让狩猎的尴尬境地。 迫不得已,部分居民开始引入驯鹿, 同时又尝试开采十英年来补贴收入。 驯鹿引进的初期利润很高。 随之而来的,却是禁绝捕杀的北极熊,把驯鹿当成食物。 开采十英年,又因运输成本高昂而被废弃。 好在岛屿中部盆地,有诸多鸟类繁衍的鸟蛋。 刚刚成为新兴专案有所收益的时候, 联合国又已指三条保护令警告。 其一要求停止开采十英年,以免地貌被毁无法恢复。 其二是禁止捕鲸鱼海下。 第三就是海鸟蛋也是保护动物。 苏联解体后,弗兰格尔岛成为俄罗斯最鸡类的领土, 无法开发又不能放弃。 就干脆这么荒废住,直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岛屿列入世界遗产, 并拨款要求进行保护后,才象征性地派遣了四名士兵驻守。 但士兵们的目的并不是保护环境, 而是禁止美国加拿大的渔船过来捕鱼。 所以,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都几次公开表示, 俄罗斯在北极保护方面很不给力。 当然,俄罗斯再不给力,也不舍得放弃这座海岛。